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个光华的Tensive Flow 2.0 简明实战教程 这节课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TF的Curals 实现通过我们的数据与年限预测收入情况 那这个数据集就Income这个数据集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读续进来 我们还绘了一个图 能够看出这个数据与年限和数据集之间 它是一种线性的关系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如何使用TF的Curals来建立这么一个模型 那这个例子它是一个基础的例子 通过这个例子才能够了解到TF的Curals 它是如何来搭建模型的 好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在这里我们前面已经引入了这个Tensive Flow 然后我们看到它的版本是2.0版本 然后我们读取了这个Income这个数据集 那么现在在这里 我们首先建立这么一个 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变量和因变量 就是X和Y给它写出来 那么现在在这里 我们的变量是X 也是我们的Education 是Date.Education 这是我们的X轴或者说X数据 是我们的变量值 是我们的这种数据年限 然后我们的Y值就是我们的这种Income Date.Income Date.Income 这是我们的X和Y 然后我们要建立一个模型 就使用这种顺序模型 什么叫做顺序模型呢 顺序模型就是说有一个输入和有一个输出 它们之间的这种网络是顺序搭建的 就像一个单个的积木一样 我们一层一层一层 这样来建立一个模型 这种模型就叫Sequential Sequential这种模型 我们使用这种Model 这个模型就叫Model 比如说我们叫做TF.Course.Sequential 这种模型 Sequential这种模型 这就是一个顺序的模型 那这个模型我们就初始化了这个模型 但是这个模型它没有任何东西 我们可以在里面添加层 添加层 添加什么层呢 就叫做Model的Add的这种方法 可以添加层 你比如说我们去添加一个层 叫TF的Course的Lears 在Lears里面 它有很多层可以帮助我们使用 我们最常见的那种层就是Dance层 这种Dance层 它干了什么事情 它实际上就建立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模型 Fx等于AS加B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比如说我们Dance 这时候它Dance它的参数 它有两个我们要注意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它要输出多少个单元数 它的输出数据的维度 那我们想一想 因为我们这节课的这个方程是Fx等于Ax加B 我们输出的数据的维度还是1 所以我们这里的Dance它的输出数据维度为1 然后我们要告诉它 我们输入的数据 它的这种Shape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Input-Shape 或者是Input-Dim都可以 Input-Shape Input-Shape 就是说我们输入数据的这个形状 我们输入的数据是一个也是一个EV的数据 就是X等于DatedEducation 也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变量 所以它的Shape是什么样子 是1 但在这里呢 你要写一个圆组的形式 所以要有个多号 那么有多号代表它是一个圆组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是1多号 另外这就告诉它输入数据的这种维度是1 这样的话我们就建立好这个模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就直接使用了这个TF.curse.lears.dance 然后输出维度为1 然后In输出维度为1 就建立这个模型 那么大家可能感到很疑惑 这个模型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ummary Moy的Summary呢 会反映这个model的整体的形状 我们看到这个模型 它是一个dance层 它的output shape呢 是None1 那么None1什么意思呢 None的第一个维度 它也应该在这里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对于这种神经网络 它第一个维度 是代表这个样本的维度 比如说样本 你比如我们输入样本为100个 那么这个None就代表100 这里可以设成为100 那就代表100个维度为1的数据输入进去 那么所以它在这里 因为我们输入这个样本的个数不一定 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piece 一个piece输入进去 比如说5050输入进去 这个时候呢 所以它就会变成50 那么在这里的还要注意 就是说第一个维度 代表这个样本的个数 这个呢 我们在建立模型的时候 不需要去考虑 第二个维度就代表你输入的 就是你输出的这个维度了 就是1 然后我们看到它的parmas 就是它的这个参数是2 这个 所以我们从这里了解到 它有两个参数 然后它输出为1 那是什么 所以你应该明白 通过这里我们知道 这个dance层 它干了什么事情 它就是 它就根据你的输入 根据你的输入 我们的输入呢 把我们的输入 因为我们的输入是维度为1的 把它变换成了什么呢 它自己生成两个参数 它自己初始化两个参数 变成A 输入了VX加B 这就是我们dance层所做的事情 然后它输出了V一个维度 这就是我们知道 它初始化了两个变量 然后呢 乘以 用这两个变量呢 第一个作为权重 乘以我们的参数W 然后再加上的这个 它自己初始化的这个变量 BALS 得到一个输出值 这就是dance层所做的事情 dance层呢 它完成了我们这个 这个AX加B这个方程 然后它做它的输出呢 就是它的一个预测值 好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建立好这个model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个model进行个编译 这个model呢 在curse里面 我们学的是编译 那么当我们后面讲到这种自定讯的话 那时候 我们就没有编译这个过程了 这个编译的过程呢 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配置的过程 model的compile 那么我们上节课说了 我们要使用的是梯度下降算法 来对这个 它的一个损失函数进行个优化 那么这个梯度下降算法 它的一个整个的原理和方法呢 我们在后面会有单独的一节来讲解这个梯度下降算法 在这里你就知道我们使用的优化方法呢 是梯度下降算法 所以我们使用model compile 在这里呢 我们就optimize model compile compile 然后呢 在这里我们使用这个optimize呢 就是我们的优化方法 optimize 等于什么呢 等于atom 那在这里呢 这种tensorflow给我们内置了非常多的这种优化方法 这种优化方法呢 它会使用 它会计算梯度 然后沿着梯度下降的方向 去改变这个变量的值 从而取得求出这个变量的最小值 那么在这里 大家知道 它为我们内置了很多优化方法就可以了 叫做optimize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最成为一个方法 就是atom这个优化方法 后面我们会有专门的一节课 为大家讲解这个优化方法 然后我们要告诉他 我们的损失函数是什么 你要优化的损失函数是什么呢 也就是loss值 loss值我们上节课讲了 我们使用的是什么 均方差 均方差呢 它的英语文单词叫做me square error 所以它的简写就是me square error 叫mse 我们优化的目标呢 是这个loss mse 所以我们看到 这种curs它是一种高阶的API 它已经把这种优化方法 还有loss值全部给抽象好了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种 代表它的一个字符串 来代表 我们直接使用这个字符串 来标志没有使用的方法 好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配置好了 编译好了这个模型 然后就可以对这个模型进行训练了 这个模型呢 它有一个方法 叫做fit这个方法 如果是你对sk learn了解的话 sk learn里面 它也是fit进行训练 所以我们可以进行训练 使用model的fit这个方法 model的fit这个方法 history 我们把这个它这种训练的过程呢 给它记录下来 叫history 等于model的fit model的fit 那我们在哪里训练呢 我们要输入X周 X值和Y值 X值是我们刚才引定好了 然后Y中的值也刚才引定好了 然后你这个训练的过程 它是一个不断的逼近 这个A和B的最小值的过程 所以它是一个训练的循环 你不能不可能一次 训练一次 把这个数据训练一次 就ok了 所以我们它要训练很多次 那就是epoches epoches epoches呢 就代表 它的含义呢 就代表 对所有数据的训练次数 你比如说五次 那就是代表 或者说一百次 那代表一万次 等等吧 就代表对这个所有的数据 进行训练一万次 训练五千次 那在这里我们训练五千次 就是把所有的数据 训练五千次 去寻找那个A和B的最小值 我们就来训练一下 model fit 这个训练过程非常非常的快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loss的值 这个loss的值呢 最开始是6073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loss的值 会不停的下降 我们看到 它在不停的下降 现在26步的时候 它下降到6006 所以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你比如说 到3000步的时候 3000多步的时候呢 这个loss的值 已经下降到1139 然后我们继续看 到5000步的时候 这个loss的值 已经下降到了248 也就是说 这个通过这种优化算法 叫做optimize呢 使得我们这个loss值 在不停的下降 在这种每一次循环当中 每一次训练过程中 都这个loss值 它都不停的下降 那么它是如何下降的呢 这就是这牵扯到 这个优化算法 优化算法和loss值的计算 我们下一节课 会对这个原理 做一个讲解 好的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讲解的 使用TF的curls 来训练这么一个模型 那么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训练好了 这个模型 经过5000步 大家发现这个loss值最后 已经降到很低了 已经降到很低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 怎么使用这个model呢 我们怎么使用这个model 进行预测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model 就是model的predict 就是预测 使用这个模型来进行预测 model的predict 那你比如说我们的x值 是什么 是这个 是我们的data的education 我们用来对这些 现有的这些预测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 这就是它就预测出了 你比如说对这个x呢 它预测出了这些结果 那现在假如说 我们想预测一个未知的值 你比如说有一个人过来 他告诉我 他的这种学历 你收割的年限是20年 我想知道20年 他的预测收入的情况 是怎么样子呢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叫做model的predict predict predict 那么在这里大家发现 就是我们输入的这个x 它是一个serious的形式 比如说pdserious 因此我们在预测的时候 也直接输入一个pdserious pdserious 那么因为我们在这里 输入的是pdserious 所以在这里 我们训练的时候 使用的这种pdserious的格式 所以在这里我们输入也是pdserious 假如说我们是20 那么预测一下 会发现 它的年输入达为是50万 50万 那这就是 这就是告诉我们 一定要好好学习 好的 我们这节课呢 就简单为大家讲解了一下 这种tf的curus 实现线性回归 希望这个例子呢 能为大家了解 第一呢 要了解这种线性回归它的原理 第二呢 你要了解这种tf的curus 训练的一般步骤 那么这个节课的比较重要 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一下 OK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大家在答疑群众 向我提问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